看著我 我臉上有花啊 我想看看我們衛央 這腦子裡面 到底都是些什麼呢 怎麼那麼聰明呢 竟然想到利用鳥 去燒了敵君糧草 這哪兒是你這等凡夫俗子 能看出來的 是呀 維陽 雖然在將士們面前 我一直以來 都是汹涌成竹的樣子 可是我這心裡頭 一點底都沒有 盡快你及時趕到 用了一個這麼聰明的辦法 燒了敵君的糧草 否則的話 是你救了我們 救了大衛 我沒有想要救誰 我只是不希望你有事 在短期之內 宋君應該不會有 輕舉妄動的行為 明日一早 我派人送你回平城 不 我不走 我必須要等到 援軍來的時候 我得陪著你 維陽 這太危險了 我不希望你留下來涉嫌 你忘了 你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曾悶心自問過 在你和仇恨之間 到底哪個更重要 曾經我一直都無法得知 可當我知道 在你受傷的那一刻 我會不顧一切地去救你 我才明白 原來過去 我一直糾結在愛和仇恨當中 都是在自尋煩惱 因為這 根本就不能放在一起比較 和衡量 而如今 你已經存在於我的生命之中 現在是你最艱難的時候 你要我離開 我根本就做不到 這一次 或許比你想像中更加艱難 我真的不能讓你冒險 你能理解我嗎 你忘了我們曾經許過的誓言嗎 生死相依 不離不棄 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克服萬難 把我平安地帶回去 這是一個平安符 你戴在身上 能夠保你平安 保我平安 你平安就是我平安 在這個日子 你可以說 Perry whistle 你啊 沒有 olha 哪 sunrise 大半君 你不能去 为什么 我不会拖累你 说不定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打仗的事 你一个女孩子 跟着瞎掌过什么 你就是看清女孩子 之前你不是还夸过我 烧了宋君的粮草吗 可是这次不一样 这一次是面对面的真刀真枪 你要跟我一块去 我还要照顾你 那不是更危险了吗 放心吧 我没事了 况且 我还有一个宝贝呢 什么宝贝 她的名字叫 保我平安 乖乖的 等着我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兄弟们 在 出发 是 小姐 殿下说得对 这次出行太危险了 君陶绝不让小姐再去冒险 是 二位殿下 前面就是悬崖峭壁 那是必经之路 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 只要我们过了那里 就可以悄悄地摸到宋君的后方 成败在此一举 大家打起精神来 是 保护殿下 殿下 殿下 君儿 保护殿下 君儿 殿下 君儿 殿下 我们这次行动取消 快送她回去 不能取消 好 就会只有一次 皇师后 君儿你的伤 接下来 接下来很高你 殿下 殿下 君儿真拜托你 好